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是第三跑道 洪竹里离第三跑道离机场非常远 可是它是一个淡黄区 陶阳工程它的这个计划 它是建构在不真实的一个预测之上 居民的要求非常简单 就是不要征收他们的家园 让他们维持在原本的地方安居乐业 还有事情建构局 仓促展颜省个闭 仓促展颜省个闭 首先就在我们今天的会议上 我们发现在2014年7月29号 航空程都市计划审定之后 暂时的审定之后 成绩三年多 今天又要做一个重新启动的动作 2014年7月29号的会议 它做了一个决议叫做 如果三年还没有开发完成的话 那就需要再提到都市计划委员会来审议展颜 如果审议没有过的话 就要依相关区域计划法 或是都市计划法来办理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内政部的官员 简直是把我们这些都市计划委员 当一个橡皮图章 才有四天五天左右的时间 就要这些都市计划委员 在今天这样的一个会议 简单看看资料 就要给它通过展颜 三年 我们觉得这是非常不合理的 它有一个三年的开发期限 所谓的开发意思说要完成征收 这三年如果没有完成征收 完成开发的话 又要再送到我们这个都市计划的 这个大会来做这个审议 没有展颜通过的话 是航空人就拜拜呢 这个2010年区域计划的航空人区域版本 这边就有个第三跑道 然后下面有一个国防部或波用的这个军用机场 再来我们可以看到机场捷运的A11 A15 A16都有这个都市计划 来做这个征收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2010年的版本里面 一样有第三跑道 一样有车站的都市计划 一样有海军基地 同军基地 这个部分 波用做都市计划 所以这个部分只有1000多公顷 只有1000多公顷 征收的范围只有1000多公顷 那我们看到2013年的时候 它就已经扩大一倍多 已经来到3155公顷了 那今天我们来审议 要不要让这个都市计划来展颜 航空城展颜的版本就是这个版本 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3155公顷的这个版本 那我们觉得就算今天这个计划 没有展颜 航空城也没有拜拜 是回归到这1000多公顷 的征收范围 再下去做规划 所以我也希望等会 如果我们的内政部官员来说 哎呀这个不过不行 妨碍国家建设 其实一点也不是 相反如果这个 浮烂征收 征收3000多公顷的这个计划 可以不得到展颜 我们真的是得到很好的机会 重新来检视 是不是我们回归到 区域计划 只要征收1000多公顷 航空城的第三跑道 继续可以盖 继续有一些小型的都市计划 可以来进行 来杜绝这样的一个浮烂征收 大家知道其实航空城本身的建设 根本就不到1000公顷 如果今天政府真的这么有需要 必须要新建第三跑道 它也不需要征收超过1000公顷的地 那么我们看到2010年的区域计划 至少相对是比较接近这个数字的 那为什么今天整个计划的规模 忽然扩张成4倍 变成4000多公顷呢 大家知道这就是台湾独一无二的区断征收 就是戒严时期 国民党政府用来笼络地方派系 用来笼络地方投人 让大家利益分账了这个区断征收制度 这样这些原本根本就不需要被征收的居民 被迫离海洋的家园 被迫领取微博到不行的补偿金 然后让利益全部被投资客给拿走 这个是我们的机场 这个是第三跑道 红竹里离第三跑道离机场非常远 可是它是一个淡黄区 10年的时候 红竹里并没有在征收的范围 可是2013、2014之后 红竹里才在这个征收的范围 我们红竹里是一个很可怜的地方 我们地方是用来安置跑道基民 然后要把我们赶走 一个航空城计划 竟然没有我们可以容纳的地方 然后我们抗争以后 我们内政部才说 我们有拨 就是合法的建物才可以保留 就是可以拨一栋房子给你们 拨一栋三十平的地 让你盖房子 如果没有合法的话 就没有 因为我们那边都是农地比较多 一般人都是农家 有的地大概一甲多 几分地都有 问题是那个地的面积都蛮大的 你把它做成安置结果 然后把我们居民赶出去 这在一个民主国家 事实上应该也很少见 所以我觉得国家的建设 你如果说像高铁要过 那我们不可能说去抗争 那你跑道不是坐在我们那边 那你有那么大的一个金融机场 可以安置居民 你又把它化成商业区 那些商业区是要给谁的 是给财团嘛 因为那边有一条 历史决运从那边 从那个海津基地 你设三个站 那三个站 旁边都是 设计的都是商业区 我是希望说 你先把 跑道基民安置好了 你剩下的地 你再来化什么商业区 那我想都应该还够 就是我的主要的诉求就是 希望缩小航空城 然后把我们那个 边陲地带的 山区居民 能够剃除 那你住宅区跨那么多 现在台湾的 基本上住宅都是 很多都是空的 年轻人也买不起 你盖那么多住宅 规划一个四五百公尺的住宅区 你要让谁来住 是以后当鬼城吗 桃园大军第三支流 左辖的 这个区域 也就是三派出的区域 请问一下 航空城第三跑道 放火在这里 我们家 在这边 包括这边 我相信各位在座委员 都非常懂得到 土地征收的专业跟法律 土地征收的必要性 跟方应性 请问一下 神医的条件 有没有达到 为什么我们今天会再来这边 因为已经再三强调过了 土地征收的医生跑道 有必要到我们家那么远吗 第八百三十次的会议记录 第一百二十四页一页 就清清楚楚的写出来了 我们家是属于可以剃除的范围 剃除了面积 之后呢 有没有影响 还是不影响这个行动者的都市政华 所以我希望说在座的各位 都市政华委员们 好好地重新再去解答一下 为什么我们家 当初这个审议的案件 整个过程 我可以看看这次各位委员的报告 很简单 因为我们当地的居民 真正在地的居民 我们有层形 有披荐本领了 我们不愿意征收 结果在场的委员 因为我们居民发表完之后 列入剃除 结果在后续 7月17号的时候 直接出现了土地的浅客 草地底的重建门 出现在这个场合 一样的这个地方 把我们这样化成了什么 农专区 非常的恶劣 欺骗这些身体的老百姓们 不只是刚刚李先生所说的 农地固然的问题之外 更恶劣的是 我们的居民 土地忽然的问题 应该是政府 環保局会去做解决的 把这些事情 赖在农民的身上 我们连要跟座 都不行 造成人民的人心滑滑 把我们这样化成了农专区 什么意思 欺骗老百姓 农专区 我原本就在这边护农 我为什么化成农专区 我还是跟别人换地 我要去这地方跟座 我明天真的就已经有农社了 化成农专区之后 你叫我怎么办 原本这地方要拆掉吗 把人赶走吗 要什么地方去居住 什么地方去跟座 民众有提到 所谓的 他们这个地区 跟这个跑道没有关系 但是这个是一个整体 整体一个 一个计划 所以他的关联性是有的 但是就是说 有没有涉及到比例渊者 就是说 他的需求的量体 也不达到那么大 这部分我们也会 进一步去做检讨 所谓这边的那个 红组 那这边的两个 留意跟商会做这个位置 这部分的话 有在那个去年105年的 4月5月的时候 有举办那个听证部分 那 听证部分 我们现在就是回到 因为听证结果就是 听证的用意最主要是 就是让这个行政作业单位 再去重新检视 他原来的 行政作为 他的行政 有没有达到一个 合乎一个 所谓 符合这个 公益性、必要性 跟比例渊者的部分 那目前我们成相分属 目前针对这部分的话 我们已经有 一再做个检视 又再做一个 这个检讨 如果这个案子的话 要重新 如果要 这个要重新再 再启动的话 那我们可能再会去做个 整体性的检讨 我们所知道的航空城计划 它的最为关键 就是政府要兴建第三跑道 前交通部长 叶匡时先生 他公开的讲 当初的预测 是错误的预测 他并且 举香港机场为例 他说香港机场也是两个跑道 人家的运货量 人家的运货量 旅客量 几乎 都是我们桃园机场 大概是两倍之多 那我们桃园机场 也是两个跑道 那叶匡时前交通部长 他说 当初的预测量 是建筑在 所谓的 九二共识 一中各表 两岸的旅客量 运货量 将会突发猛进 因此 他说 当初的第三跑道 是透过这样的预测而来 但是因为现在 情势已经完全的一个转变 这样的一个假设前提 已经不存在 所以我们当初的预测 是不对 所以他希望 我们政府 在民进党政府主政的时候 能够重新再来检讨 桃园航空城 尤其是第三跑道 到底有没有它的需要 民众有提到 就是说 我们的推算的部分 有误 或者说有提到 周边住宅的存量 有 还是可以容纳 那这部分我们在 警察委员也有来 就是说 约选我们内政部 这部分我们也有 也有说明过 比如说像大远地区 大远 就是那个 客运园区 那客运园区最重要 就是说 因为之前的话 它是整阶部的开发 限制它的发展 所以今天这个案子 大远 客运园区二通已经通过 所以它的发展性也有多 那另外青谷 客运园区的话 我们最近可以了解 说 所谓的国泰市环 有这边推动一个 套列的华泰套列 所以说 如果商人来 市集来看 它还是有发展的潜力 所以这边还是有 它的潜力所在之 所以这边的量体的大小 跟它的 平均的情形 这部分 我们会遵照 听证结果 我们会再去做个监讨 以上 听证的话 是由交通务区 去依照行政程序 然后再送到 土生小土 那土生小土 给区域机关的意见 也就是说 他们希望 这部分的话 要检讨 听证结果 就是再去做个监讨 所以这部分的话 也就是说 我们要在我们都委会 这边 对于这个听证 我们会认为 确实是有这个 这个 再调整的机制 那我们就去 启动这个部分 不然的话 我们原来审定的内容 已经审定过了 并没有瑕疵 这部分我们应该 就是说 除非是因为有听证信心 我们才能再做个监讨 所以今天需要有这个契机 预测 就如同是在赌博一样 但是我们拿的 是站在我旁边的 这些善良百姓 他们的生命权 跟财产权 来当作赌注 但是我们政府 常起来 假借着国家建设 跟公共利益为名 但是拿的 却是社会弱势 一般老百姓 他们的生命权 跟财产权 当作赌注